云里有民众发现在一把五线道 陡南网谷坑的方向出现了大量的燕子觅食 但是在道路上穿梭飞翔 离地面居然大概只剩下两公尺高 都相当惊奇 蛮特殊很特殊 很漂亮 成群的燕子在低空中飞来飞去 一下子急速俯冲 一下又在树下盘旋 自由穿梭在道路之间飞舞翱翔 画面相当壮观 好像是在这一段耶 好像是在这一段 然后就这样 总幽飞翔 云林陡南158线道 网谷坑方向 道路两旁种植许多芒果树 形成一条绿色隧道 但因为最近下雨潮湿 昆虫为了躲雨聚集在树下 吸引数百只燕子低肥觅食 而这样的景象可能持续将近三个月 它通常会有将近半个月期间 从三月底一直到五月中 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吃药宴也会出现 特殊的景象 让附近的民众嘖嘖称奇 但因为燕子距离地面只有两公尺高 民众开车呼啸而过 都很怕撞上这些小生命们 他们也不会攻击人 就这样飞来飞去 开车都很怕把它撞到 除了昆虫出现 吸引燕子之外 五月更是燕子繁殖的高峰期 在民众住家的屋檐上 都可以看到 有燕子竹巢为家 还有小燕子们嗷嗷待哺 专家还表示 到了七八月 幼燕成熟 燕子的数量可能会更多 更重要 更重要